周深在综艺节目快乐到本营中展现了自己的演唱技能 一秒钟转18个音 当所有的嘉宾用非常期待的眼神看着周深的时候 周深带来的表演却把嘉宾给整蒙了 大家都是一脸论号 原因很简单 周深虽然发出来的声音 但是听起来只有两个音而已 哪有18个音呢 也许是周深看到大家都很蒙 只能一个一个音的拆解了 一边转音还一边用手指数数 证明是18个转音 可惜确实是证明有18个转音 但是时间远远就超过了一秒 给人一种感觉 似乎周深前面说的一秒18个转音只是一个铺垫 正系是后面的18个转音 于是周深又一次把众嘉宾给弄笑了 也许是这段喜剧效果很好 给节目组以及观众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印象 所以周深一秒钟转18个音上了热搜 不管是快乐大本营官博给出的文案 还是很多网友的反应 都认为周深是在搞笑 或许是周深除了歌手之后 他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中 也确实表现出了搞笑的天分 因为搞笑还上过不少的热搜 比如前段时间的热搜 周深笑到满地乱爬 因此周深在综艺节目中成为搞笑担当 也让很多观众欣然节省 但周深一秒转18个音 并非了搞笑 而是他真的做到了 在一秒之内转了18个音 只要放慢速度认真去听 并且与周深后面拆解了18个音 做对比的话 就会发现周深的一秒钟 确实实发了18个音 只不过快乐大本营市 电视直播都是正常的速度 很难听出来而已 再加上热搜的文案 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 周深就是搞笑 所以很多网友也不会去深究 就当是搞笑了 但是也有很多了解到周深的粉丝 不会这么认为 因为周深对待音乐是非常认真的 他既然要展示音乐上面的技巧 那么就会非常认真地完成 而不是为了搞笑 为了证明这点 他们放慢了速度 认真去听 然后发现周深确确实实 做到了一秒钟18个音 于是在热搜当中 可以看到周深粉丝的解释 他们不希望周深不误解 不希望这段明明很厉害的轻巧展示 变成了一个搞笑的话题 一笑而过 通过这个热搜也反映了一件事 歌手的技巧再厉害 不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 或者他们听不出来也没有用 就说很多的音乐综艺 有些歌手的演唱技巧非常厉害 可是在现场呢 唱出很好的效果 却寂静四座 可是很多的观众们 心中却起不了什么波澜 因为他们听不出来 不明白这个歌手为什么这么厉害 只会认为 不就是标个高音呢 转个音呢 又不好听 又不感人 为什么还可以取得那么好的排名 因此呢 在观众的音乐素养 没有大面值提高之前呢 展示音乐上面技巧呢 往往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还好周深的粉丝很多 他们对音乐呢 也足够认真 早早的发现了周深并非搞笑 而是真的做到了 并且在网上澄清 否则呢 好好地技巧展示 最后可能就只剩下搞笑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